威廉王子资下心胸狭窄,20年都无法原谅亲婶婶,不可能跟哈里和解。 英国见乔公爵威廉王子与弟弟苏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人认为威廉作为兄长应该给予弟弟更多的包容,主动化解双方的矛盾,但威廉王子资下李其实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在哈里通过美国媒体让女王和一众王室成员陷入难堪后,两人已经不可能和解了。 这位专家暗示,从小就被作为未来国王培养的威廉王子心中有一道非常明确的底线王室整体形象。 当这条底线被触碰或打破时,无论对方是谁威廉都不可能再原谅他。 这一观点出自于威廉对他的婶婶、约克公爵夫人莎拉、福格森的厌恶和冷落。 后者由于过去的舔脚事件对王室整体形象造成损害。 导致威廉在他与约克公爵安德鲁宣布离婚后再没有和他有过任何来往。 甚至在自己大婚时也将他排除在受邀名单之外,这一度被外界使为威廉对莎拉的羞辱。 这里要强调的是,莎拉曾一度是王室之中与威廉哈里关系最亲密的长辈,在两位王子小时候。 戴安娜经常会在周末带着他们前往安德鲁夫妇的住宅。 让威廉哈里与莎拉的两个女儿比翠斯公主和尤金妮公主玩耍,莎拉完全是看着威廉哈里长大的。 而莎拉与美国富商的舔脚事件发生在1992年,威廉凯特大婚时则是在2011年。 也就是说近20年时间这位王子都没有原谅看着她长大的亲婶神。 哪怕她的行为和事迹没有对威廉王子个人造成任何损害。 除此之外,威廉的两位表妹比翠斯和尤金妮公主也因为她对母亲的冷落和羞辱而感到不满。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威廉对莎拉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王子有多么顽固。 就算亲情彻底破碎,她也不愿原谅一位损害王室整体形象的人。 庄家指出,威廉王子这样的性格很可能是遗传自她的主妇菲利普亲王。 在过去亲王就是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对任何问题都能以一句玩笑带过。 但对损害了王室形象和整个家庭容忍的人却不愿给予一丝宽容。 比如她最厌恶的就是曾经的爱德华巴士国王和辛普森夫人。 老亲王认为她为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让整个王室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对比之下,莎拉、福格森显然比不过哈利没跟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对王室造成了损害。 卫廉自然也不可能与弟弟和解,事实上她也真的是这么做的。 在哈利今年两次重返英国时都受到了哥哥的冷落,在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上。 卫廉即使知道外界会密切关注她和哈利的关系,仍要求工作人员将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隔开。 而在哈利为戴安娜王妃纪念雕像揭幕返回时, 卫廉更是直接表态拒绝私下和哈利有任何接触和交流。 这样看来,王室粉丝们也只能接受兄弟二人彻底走上不同道路的事实了。 英国见乔公爵威廉王子与弟弟苏塞克斯公爵哈利王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有人认为威廉作为兄长应该给予弟弟更多的包容,主动化解双方的矛盾,但王室专家声称。 威廉王子自下里其实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在哈利通过美国媒体让女王和一众王室成员陷入难堪后,两人已经不可能和解了。 这位专家暗示,从小就被作为未来国王培养的威廉王子心中有一道非常明确的底线王室整体形象。 当这条底线被触碰或打破时,无论对方是谁威廉都不可能再原谅他。 这一观点出自于威廉对他的婶婶、约克公爵夫人莎拉、福格森的厌恶和冷落。 后者由于过去的舔角事件对王室整体形象造成损害。 导致威廉在他与约克公爵安德鲁宣布离婚后再没有和他有过任何来往。 甚至在自己大婚时也将他排除在受邀名单之外,这一度对外界是唯威廉对莎拉的羞辱。 这里要强调的是,莎拉曾一度是王室之中与威廉和李关系最亲密的长辈,在两位王子小时候。 戴安娜经常会在周末带着他们前往安德鲁夫妇的住宅。 让威廉哈里与莎拉的两个女儿碧翠斯公主和伊尤金妮公主玩耍,莎拉完全是看着威廉哈里长大的。 而莎拉与美国富商的舔角事件发生在1992年,威廉凯特大婚时则是在2011年。 也就是说近20年时间这位王子都没有原谅看着他长大的亲婶神。 哪怕他的行为和事迹没有对威廉王子个人造成任何损害。 除此之外,威廉的两位表妹碧翠斯和伊尤金妮公主也因为她对母亲的冷落和羞辱而感到不满。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威廉对莎拉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王子有多么顽固。 就算亲情彻底破碎,她也不愿原谅一位损害王室整体形象的人。 庄家指出,威廉王子这样的性格很可能是遗传自她的主妇菲利普亲王。 在过去亲王就是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对任何问题都能以一句玩笑带过。 但对损害了王室形象和整个家庭容忍的人却不愿给予一丝宽容。 比如她最厌恶的就是曾经的爱德华巴士国王和辛普森夫人。 老亲王认为她为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让整个王室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对比之下,莎拉、福格森显然比不过哈利没跟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对王室造成了损害。 威廉自然也不可能与弟弟和解,事实上她也真的是这么做的。 在哈利今年两次重返英国时都受到了哥哥的冷落,在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上。 威廉即使知道外界会密切关注她和哈利的关系,仍要求工作人员将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隔开。 而在哈利为戴安娜王妃纪念雕像节目返回时, 威廉更是直接表态拒绝私下和哈利有任何接触和交流。 这样看来,王室粉丝们也只能接受兄弟二人彻底走上不同道路的事实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我们使用 voluntary证明和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我们会查看,我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